昨天的影片說完斯朗 大哥是否老呢 是否已經退化呢 大家自行判斷 如果你說不真的事實就是 接下來都38歲 今天就說說另一個曼聯的前鋒 這個前鋒年輕很多 但問題呢 他年輕很多之外 其他事情似乎看上去 感覺上他跟大哥 無論是場上的體力 甚至出的力 似乎大哥跟他沒有分別 甚至大哥比他更近 似乎更近 為甚麼呢 當然是說馬山 馬斯亞 馬斯亞近年有甚麼代表作呢 有甚麼代表作呢 你想想吧 雙多個踢 雙多個踢已經算好了 在場上怎樣 稍後再說 在場上的表現如何 怎樣說馬山呢 因為剛剛那幾天 馬山接受了法國足球雜誌 France Football的訪問 他談及到 過去跟過去合作過幾任 比較長時間的領隊 所有的恩恩怨怨 可以說 對於他們的一些意見 一些感受 當中沒有包括甚麼卡繪克 難力克 這些 看守 過度性質的領隊 他就沒有分別 全部都是 full time 比較長時間的 起碼超過一季的領隊 那些領隊 就是甚麼了 可以說是 三個領隊 最少三個領隊 大家都知道哪三個 馬山就跟他談談 恩恩怨怨 當然為自己的表現 有些解釋 大家聽聽 看看收不收貨 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也呼籲大家入隊朋友 麻煩放下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這條YouTube Channel 如果Subscribe 的話 分享出去 CLSS 謝謝 我們就 目標 世界杯前 現在到了6000個 可否追7000個Subscribers 好 開球 馬山第一個說是誰合作過的 他又不是順序說 他應該說 可以說是 由怨氣最深 由怨氣最深的開始說 馬山真是撐你 第一個 怨氣最深的當然是Daddy 對他來說就是 Moniano 馬山曾經說過跟Moniano的恩恩怨怨 我們看起來好像很精彩 我聽他說得好像很生氣 覺得像是Daddy 還未殺他全家 他就說到 故事是怎樣呢 故事就要由 一件 由波衣的號碼開始說起 他說當季在暑假休季期間 Daddy又曾發了一條訊息給他 問他 你想不想把波衣號碼轉到11號 馬先生就說了 他又有點猶豫 Daddy又說了 11號很棒 傑斯也穿過 傑斯也穿過 球會是Legend 穿過 你不是不穿嗎 馬先生就說了 我十分尊重傑斯 但我想繼續穿9號 但他又說回到球隊之後 到優元貴回到球隊重頭訓練之後 他又發現波衣號碼轉到11號 為甚麼 記得嗎 因為當年有一個叫伊巴的人來了 伊巴來了 所以 到了11號 他說 這件事就沒有一個理想結局 他又覺得這件事 摩尼奴對我缺乏尊重 他又覺得 他又覺得為何在背後挖這些東西呢 他又覺得為何他當初是 王馬對賓斯馬的方式來談論我 他又說 喜歡這個魔年龍 喜歡在背後 搞這些小動作 他也知道他現在是對著哪一個做這些手段 馬先生覺得很傷害 很傷害 他說 他知道我當時只有20歲 如果我還他拖的話 我發他為的話 我就會被標籤為一個對令人缺乏尊重的年輕人 甚至他也說因為他知道就算還了拖也沒有用 所以他甚麼都沒有說 他也說在球季的前半段 他是全球入球最多的球員來的 他就說到自己說 變好啊 怎樣怎樣 但是跟著 大家的貴宗都記得了 爸爸是甚麼呢 貴宗的人進了山神 生齊事了 之後那一季 貴宗的人進了山齊事 他就說幾乎 沒有再上陣了 說到 亦都讓他付出代價 甚麼代價就是 說因為那一季 完了之後世界杯嘛 他入選不了國家隊 而只能夠眼白白看著法國贏了世界杯冠軍 而沒有他自己的份 說到很委屈 所以他說 我本應可以入選 世界杯名單 說到 世界杯我應該有份的 但我沒有得踢 好了 不評論珠 我們先趕一下 一個國才扭他 好 跟著第2個就是 蘇B 蘇B也算跟他合作得久了 當初是接任 接任爸爸 他也說過了 蘇B 蘇B就說 其實那時候 他那時候一直是大傷上陣 或者大家不知道這件事 其實那時候在疫情爆發的一季 有四個月的時間 他因為傷到沒有辦法 加速去跑 但是那時候蘇B就說 球隊很需要我 很需要你 麻煩你如果沒有什麼 都想上陣 他就說好了 說得很威大 上陣 但是他就說 但是你想想我比賽風格才行 我比賽風格 如果我加速跑不了的話 那就很糟糕了 也因為這樣令到表現下話 他就說因為這樣就被媒體口誅不罰 但是蘇B從來沒有為他說過汗 沒有告訴媒體 他就看見所有的真相 他就說最終因為受傷出不了場 當他復出的時間 就沒有再獲得 有很足夠的上陣時間 所以他就說對此 感到很憤怒 他就說完全不fair It's not fair 他說當初你被要求為球隊作出犧牲 但是你身後的人對你 就不抽不採 就不理 對他來說這件事是背信棄義 蘇B是背信棄義沒有義氣的 所以 很討厭這個行為 OK 好了 聽完這個了 大家記住了 第3個 雲高爾 當初一手簽進來的雲高爾 這個就贊了 這個就贊了 雲高爾當初簽進來的雲高爾 那一季後雲高爾就走了 他就說 那一季跟雲高爾的關係非常之好 他說我喜歡學習 而他又喜歡教學習 像他的紳士在辦公室那樣 那麼紳士地花大量時間分析我的比賽的表現 看錄影帶和表演的影片 還有詳細地對我進行了悉心的指導 他說這樣很好 所以 他也說 尤其是 在他 第一場地標戰 入了對聯合環 後面上映進來 入了第一球之後 他也說 很備受這個欣賞 重視 他也說有一次 就算他 在梅開爾道 但是他還過來 叫我看影片 分析有什麼不足之處 馬先生就問雲高爾 他說 我也入了兩球 還有什麼問題 那錦瑞當然就跟他解釋了 說你這些走位的角度 穿插的角度 跑動的路線 很有問題 然後 他又跟 跟錦瑞說明白了 原來錦瑞就很需要他 說對的性格 哦 OK 好了 這樣 好 接下來 你也說過了 除了呢 現在這些是比較稱讚的 他也說過的是什麼呢 還有就是 合作過的隊友 他也說過 朗尼 朗尼也有稱讚的 他也說朗尼 是一個 可以說是 一個好的隊友 一個好的前輩 教了他很多東西 而且覺得 這個球員就算已經做了球星 都還是這麼努力 就是一隻怪物來的 除了朗尼之外 還有另一個朗尼 當然是大哥啦 斯朗啦 斯朗呢 他也說過 大哥非常看待後輩 很謙虛 哇 拆開鞋子 很努力 一早訓練之前 他永遠都很早到 我們經常都在專門店裡聊天 我就是看著他所做一切 我要以他為目標 我終於明白為何他會成功 這是斯朗 OK 他也說到了 他回應 關於外界的批評 他就說 我不是不能說的 有時候人們就說我的表現 沒有持續性 這是真的 當我在球隊的地位 穩固的時間 通常我表現得很好 想要機會減少的時間 我就會表現得不一樣 他說這個是惡性循環來的 之所以效率低 因為比賽時間少 比賽時間少 也因為效率不夠高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有時候都會 覺得 進退來很難 他說 他就說 但好像靠人家的球員 就算給他幾分鐘 都可以發揮了3000%的能力 你就知道就好了 他也說過關於肢體動作 有人說他消極 他說錯失了機會的時間 基本上我都會表現得很失落 但是人們覺得我對此完全不在意 他說 我告訴你一件很簡單的事 我是一個足球員 不是演員 很多人都認為你 需要成為一個演員 需要表現出憤怒 才能夠 令到大家外界認為你更有動力 他覺得這件事做一些猴子氣 完全是 沒有興趣 他說不是為了Price人 而去改變自己 好了 馬先生的訪問大致上是這樣的 好了 客觀講完現在開始屌理 在15年馬先生 就開始加盟了 加盟萬聯 開始變成OK的 OK的 那麼 當初雲高以來 即是把他簽回來 真是做一個前線 打算放在未來 前線的射手位 真是可能當他是 類似以前 他在亞迪士中 古華特那類型 那樣去踢的 當然在踢法上 過了這麼多年 當然有些 調教 但是 馬先生 來了之後 很多時候 雙多過踢 然後 雲高爾 下台 去到爹地 爹地 多數放在邊線 他覺得爹地對他不公平 剛才剛才說了 到蘇B 蘇B就打算放在正九位 你喜歡九號 看前面 放在那裏 但問題是 哪裏 受傷多明 受傷永遠都是 足球員的天敵 沒有人想的 任何運動員都沒有人想受傷 這個我絕對不會怪你 但是問題 當你上陣的時間 表現如何 我看完整個訪問 我只是發掘了一件事 就是有一條自以為是的傻樣 自我中心的傻樣在那裏吵 在那裏怨婦在那裏吵 你吵什麼傻 你用表現去說服人 你現在的表現很好嗎 你今季 老實說 你對你跑了一場出來後背上人 是不錯的 我贊回你的東西 但問題之後又怎樣 你又傷我又沒得出 為何你不踢好一點的表現 才再說其他事呢 你現在給我感覺 你現在已經離開了曼聯 轉會 現在就要控訴人家 揭回以前的 那些恩恩怨怨 那些少氣寶出來 要還拖 有什麼位呢 當然你說得了 我經常都說打工仔 當然可以去吵回老闆 你夠了就行了 但問題是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你有這樣的能力你可以吵回老闆 我欣賞你 我欣賞你 但問題是 我不見到你有這樣的能力 你現在 好了 你不是沒有上陣機會的 你有上陣機會的 但每次上陣你 有什麼事 你說爸爸 拿走你的號碼 原來你這麼有玻璃心的 你是一個小孩子的 你說你二十歲 好了 你也可能是 爸爸沒有跟你解釋過 爸爸本身就是 他本身的性格的缺陷 但問題是 沒有一件號碼 沒有一件九號你不懂得踢球 你是不是不懂得 碧涵當年沒有一件七號 去到黃馬穿二十三號 你懂得踢球 你老美 伊巴現在回到他 AC又沒有一件九號 你懂得踢球 真是瘋狂的 亨利 也不是一輩子要穿十四號 他在阿斯陸穿十四號 巴塞穿十四號 在法國穿十二號 你懂得踢球嗎 不一定要穿的號碼 你懂得踢球 關什麼事 看狗狗是你的嗎 神經病 壞一點說一句 作為一個領隊 是有權 改你的號碼 困難一點 整件三十九號給你做 跟蜜湯轉號碼 真是的 這件事我明白 當然你可以說 因為沒有跟你溝通過 覺得受到傷害 是不是一個原因呢 好了 你覺得之後引入山神 為什麼引入山齊市呢 當然是因為 正常來說為何真兵 是因為對前線不滿意 所以要真兵 為什麼不滿意呢 因為你是前線一員 即是對你表現不滿意 你懂得說之前那一季 第一季是入球給最多的球員 但問題是你之後那季是怎樣的 有沒有想過 爸爸來到1617年 換你的號碼就是1617年 山神來到1718年的季中 你1617年入球多嘛 那你1718年開季 你表現怎樣的 你表現都是垃圾嘛 對嘛 對呀1718年 對呀1718年 連1718年也不行 那就是不滿意了 不滿意真兵 有什麼好奇呢 商業足球呀 你以為是對球是你的嗎 有你在就不可以簽人的嗎 是吧 好了 然後你說蘇比怎麼說 因為要你帶雙上陣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覺得不妥 你應該跟領隊說 我真的不妥 找一個軍衣給你看 是不是真的不妥 你覺得 feel uncomfortable的 我絕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蘇比會跟你 硬要你出啦 是不是 真的你說不妥 大哥 正常一個領隊 課場遠計 我讓你出了這場 我叫你一分鐘 休息幾場 甚至乎收列 那我就不妥 我少有人用 我當然要讓你好一點 你自己有沒有說過 你不要說到懶牙義氣 說有傷我都照上陣 那是你暗糾 是你暗糾 你自己沒有說清楚 好了 就算你上陣之後 你說你沒有什麼加速 你的踢法是要加速 你既然是這樣 你就跟領隊說吧 喂 攤魂出來 令到其中一個 就會是甚麼 So be 暗肺 這些正常來說 這些去 衡量過所有的東西 不是弱智到這樣也不明白 當你加速不了的時候 你跟一個 平庸球員沒有分別 那我怎麼可以出你呢 你不說清楚 好了 另一件事 就算讓你上陣 你的表現不好 不是因為你的傷的問題 是因為你懶 懶過hide fucking lazy 即是爹地說阿里一樣 我找了其中一場 我記得 我記得那場是我們有開Live 和大臣 好像那次在直播式的時間 那場球是21年2月 曼聯對紐卡蘇 曼聯贏了 3比1 馬山出了70分鐘 當大家70分鐘的時候 都一大半場的時間 絕對是 他踢了 超過3分2的時間 大家看看他的Hitmark是怎樣 嘩 很 clean 很 clean 很 pure 是有一點黃色的污漬 在這裡 70分鐘碰了34腳球 只是再出了一個key pass 射過一腳球 不是吧 大哥 你告訴我你這些因為傷 你這些因為傷 你看看你自己的跑動範圍怎樣的Hitmark 為什麼我們會說你Hitmark是鬼呀 你自己想一下吧 不過他不懂中文 他不懂中文 你看看 那這些你說是相不相關的 只要你稍微 我想問你不說自己懶 你為什麼上季上季去了西維爾 你只能看幾場球呢 你上季借了西維爾季中借了西維爾 在西甲出了九場 七場正選兩場後備 基本上季上季了四百多分鐘而已 平均每場都是 大約是九場除九 都是五十多分鐘 五十分鐘多一點 五十分鐘多一點 你只是整個西甲沒有入過球 只是一個助攻 歐聯好一點 歐聯上季了三場入了一球 你這樣表現 你告訴我是不是大傷上陣 人家打回頭的時間 都是說了一句話 你懶惰 馬先生 應該是哪一個問題 那是怎樣呢 你告訴我 應該是哪一個領隊問題呢 好了 你現在又說讚什麼了 大哥終於明白為什麼要成功 朗尼 做了球星還那麼勤力 那你立即做吧 混蛋 給你看吧 你還在那裡吵 只是整個冤婦那樣 真的不讓我以為你是不是要走啊 你是走的位置有人簽你 早響呀 收回缺錢也好啊 是不是 你這次真是醒醒定定啊 坦克格真是 老實說對你是有少許期望的 前鋒雖然可能簽不到人 所以就被迫著用你 但是起碼 人家那場就換你出來 你交到哪一場 那場就贊你 但是之後你又傷了 我不知道你之後怎樣 但麻煩你 懶和帶傷上陣是兩回事 你的身體語言 你經常說你自己不是做球員 不是做演員 但是我想告訴你 你的面部表情和身體 那個肢體語言 是可以反映到你的人 反映到你的人 反映到你的人 不要以為是甚麼 不要以為是做演員 做甚麼演員 懶就懶吧 懶個虧 你真是這個貓 你真是 唉 所以 這篇訪問簡直是bullshit 可以告訴你 我只看到 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 好像這個世界要圍著你轉 整對方要圍著你轉 你壓招吧 你何德何能 你表現好自己才說吧 如果你說踢到 踢到像誰那樣 就算你踢到大哥那樣 起碼 你說踢到大哥那樣 我覺得踢到大哥那樣 你如果真的看到那麼多不公平的 你不斷出聲 那我就會甚麼了 我就會尊敬你 但不是你自己都沒有做好自己 那你吵甚麼 你吵甚麼 不斷在這裏找擋戰牌 不斷在這裏推卸責任 不斷在這裏埋怨輔 這傢伙不知所謂 你還說想踢世界杯 鬼不想你世界杯都沒得踢 金貴 金界 是 如果敵金斯選你進去的 告訴你 我一定捉完法國分組就出局了 一定會 好 今集時間來到這裏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麻煩 請按LIKE和Subscribe 這條Youtube Channel 下面的Description也有條link 可以加入TG Group 最後就記得Follow IG 好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